应该讲就是现在我们国内疫情防控 因为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成果 就国内应该讲非常平稳的 虽然偶尔有个别的病例在感染 但是整个从全国的角度 防控工作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在国内做临床三期就是不可能了 所以就是我们首先紧急启动了 国际临床的实验的推广工作 我们实际上从4月份就开始进行了这项工作 我们首先在阿联酋我们进行了突破 应该讲非常成功 今天又和秘鲁共和国进行了合作 也批准各方面的全面批准的文件 也现在授权给我们 马上即将进入入主实施这个阶段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三期临床 就从实验这个角度 我们这个布局已经完全足够了 我们跟秘鲁的两个顶尖大学 两个顶尖的圣马科大学和另一个大学 进行具体的临床三期的全面合作 这两个大学是秘鲁顶尖的 包括他的专家 应该讲对整个实验 各方面也非常的专业 如果疫苗预算是在市场上 成功并推广使用后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要达到全世界人民 要达到这种可及性和可担负性 我北京和武汉两地两套研究室和生产设施 保证下部大规模的生产量化和可及性 可供应性 也就是说大规模的生产 我们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按照正常的标准 就是正常的进度 比如说一天就一个白班 正常的排产 我们一年能确保保证两亿剂以上的供应 所以我们会确保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质量 安全性有效性的基础上 保证可及性 就是大量的供应 那么此前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您还很形象地给我们描绘了一下 新冠灭火疫苗怎么个打法 它正常的 或者是从我们临床实验检验的 效果最好是打两针 这两针之间间隔28天 这效果是属于最好的 因为第一针抗体 中国抗体水平是缓慢在增长 第二针下去 这个力抖的曲线力抖就上去 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的有效性 以及有效性的延长 保证很长时间有效性 所以说这两针法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这是我们从实验的数据 得出这点